《爱情公寓》这部剧真的可以说是伴随着我们的青春了,特别是第一部,应该算是这个系列的巅峰之作,笑点秘籍而且一点都不尴尬,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是那么的鲜活灵动,仿佛就像我们自己身边的好朋友一样, 如今真多年过去了,在看他们第一季到第四季的变化,真的是堪臂整容,从第一季开始,光谷神奇就是个帅气的宅男漫画家,到了第四季,除了换了眼睛,染了头发,光谷还有个女朋友,穿衣光阁就也有了很大的变化,整体给人的感觉就变帅了,陆展伯的变化真的很大,从刚开始国外回来的留学生, 处处都透露着带萌的气质,连自己喜欢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去追求,到了第四季,不论是发型还是气质,陆展伯都变成了新来级别的人物,选得让人摸不开眼,第一季的吕子乔是一个处处留情的花花公子,虽然想象剧呢,但却是个女人高手,第四季的吕子乔都为更加高明了,吃胖了一点的吕子乔似乎更耐看了, 眼角更是多了许多的小戏文,从第一季到第四季,陈美佳都是剧中的开心果,笑点单单,陈美佳应该代表的是生活中的大多数女生,平常大党恋恋毫不在乎,可是对待爱情却十分专一,一点都不马虎, 从第一季到第四季陈美佳心中只有一个男人,那就是吕子乔,第一季的美佳脸上还肉肉的,十分可爱,到了第四季,脸上的婴儿肥已经完全消失了,虽然发型一样,但看着确实比之前漂亮多了, 胡义飞绝对是剧中女神一般的存在,女生竟然男生害怕,她所饰演的欲解形象太深入人心, 以至于现在还有人觉得,楼义霄本来的性格就是这样的, 其实,楼义霄妹子本身是一个很温柔的女生呢,女生的变化都是惊人的,楼义霄也不例外,虽然第一季夸张的发型夸张的首饰现在看来确实不怎么美, 但第四季,胡义飞先从答应下手,然后是穿衣风格,瞬间就女神多了,一向强势的她也颇有女人为呢, 这几年来,变化最大的不是女主演,而是陈赫扮演的陈小贤,现在回顾第一季,真心觉得陈赫好受啊, 这颜值,说是校草,我们真的相信,第四季的时候,陈赫就多少开始巴服了,脸都比第一季大了好几圈,你觉得呢?